缅甸历史最后一个朝代,共榜王朝历代君主画像,国座竟然仅有133年。 这里是瑞历史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缅甸,亚洲东南部国家,领土面积67,6万多平方公里,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,西北部与孟加拉湾相邻,是沿海国家,人口数量5500多万,主体民族缅人,官方语言缅语, 实行总统为国家元首,兼政府首脑的总统共和制度,首都内比都,是一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。 缅甸于公元1044年形成独立国家。 奠定今天缅甸的基本版图,缅人阿努律陀建立缅甸历史第一个大一统朝代普甘王朝,此后数百年历史,缅甸不断朝代更替,先后出现博古王朝,阿瓦王朝,东渔王朝,阿拉干王朝等朝代, 其中东渔王朝最为强大,于公元16世纪中期征服大半个中南半岛,公元1752年缅人,雍吉亚灭掉东渔王朝,建立缅甸历史最后一个朝代贡榜王朝,因首都贡榜而得名。 公元1885年,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,贡榜王朝灭亡,君主十一位,国座133年。 缅甸贡榜王朝开国君主雍吉亚 雍吉亚,1752年至1760年在位,缅甸贡榜王朝开国君主,出身地方豪族,缅人,自幼文武双全,缅甸东渔王朝晚期统治腐败黑暗。 他发动反抗东渔王朝的农民起义,因出世有名,且很有领导才干。 他的势力越来越大,并逐渐兼并或消灭其他割据势力。 公元1752年,登基成国王,十年38岁,把贡榜定为首都,贡榜王朝建立,同年灭掉东渔王朝,完成缅甸统一,在位期间实行很多有利于缅甸封建社会发展的措施。 公元1760年,在对外开疆拓土施并士军中,中年46岁,在位8年。 庸基亚因为对缅甸历史有伟大贡献和有显赫的文治武功,与蒲甘王朝阿努律陀,东渔王朝莽应龙合称缅甸三大帝。 缅甸共网王朝第二位君主孟洛。 孟洛1760年至1763年在位,缅甸共网王朝第二位君主,开国君主庸基亚与结发妻子云生王后的长子林明囊陀基,自幼随父亲南征北战。 公元1760年,父亲死后继承王位,十年26岁。 因为他的同母,二弟孟博,对共网王朝建立,做出的贡献更大。 孟博不满兄长做国王,于是发动叛乱,但是在兄弟两人善良仁爱的母亲云圣太后的调节下和好。 公元1763年,他和孟博在一次夜谈后突然驾崩,中年29岁,在位三年,死因至今成迷。 后世认为可能是孟博案中毒死他,堪称缅甸版竹营俯生。 缅甸共网王朝第三位君主孟博。 孟博,1763年至1776年在位,缅甸共网王朝第三位君主,开国君主庸吉雅与结发妻子云圣王后的长子。 第二位君主孟博的同母帝,别名新标信,自幼随父亲南征北战。 比兄长还要聪明能干,对共网王朝建立和统一缅甸立下显赫功劳。 公元1763年兄长离奇驾崩后继承王位,十年27岁,在位期间历经图治。 公元1767年灭掉邻国泰国阿于陀耶王朝,把泰国并入缅甸版图,并且侵占柬埔寨和老挝部分领土。 中南半岛剩下越南后离王朝能与之抗衡。 另外还入侵中国云南,与中国清王朝爆发战争,最终双方停战,以中国大清王朝和缅甸共绑王朝确立宗方关系告终。 公元1769年被泰国人正信打败,泰国复国并建立吞吾李王朝。 从此他不再那么英明神武,对外征服的领土也很快丢失了。 公元1776年因病假崩,中年40岁,在位13年。 缅甸共绑王朝第四位君主新古。 新古1776年至1782年在位,缅甸共绑王朝第四位君主。 第三位君主孟伯与结发妻子梅拉王后的长子,公元1776年孟伯死后继承王位,十年十九岁,在位期间昏庸无能,引起了王室成员的不满。 尤其是第二位君主孟洛的长子孟茫及他的堂兄,而且孟茫对当年父亲的死耿耿于怀,认定是叔叔孟伯做的。 于是,孟茫在公元1782年发动兵变废调并杀害他,中年25岁,在位6年。 缅甸共绑王朝第五位君主孟茫。 孟茫1782年至1782年在位,缅甸共绑王朝第五位君主,第二位君主孟洛与结发妻子信波吾王后的长子,第四位君主新谷的堂兄。 他一直怀疑父亲孟洛的死另有隐情,敌是继承王位的叔叔孟伯,希望能找到机会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王位。 但叔叔孟伯英明神武,他等了很多年都没有机会,因唐帝新谷在位期间昏庸无能,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 吉利拉拢文武百官支持自己发动兵变废杀新谷,成功夺取王位,十年27岁,但是仅仅过了六天,他的四叔孟云打败了他,将其废杀。 中年27岁,在位六天,是缅甸历史兼贡榜王朝在位时间最短的君主。 缅甸贡榜王朝第六位君主孟云。 孟云,1782年至1819年在位,缅甸贡榜王朝第六位君主,开国君主庸基雅与结发妻子云圣王后的四子,别名波道帕业。 他的长兄孟洛和次兄孟洛先后是第二位和第三位君主,三兄早死。 公元1782年和侄子莽莽一起发动兵变,废杀另一个侄子新谷。 事后殊职反目,势力更大的他于六天后,废杀侄子莽莽而登上王位,十年40岁,在位期间历经图治,在经济方面有较大成就。 缅甸贡榜王朝仍然维持着中南半岛最繁荣富庶国家的位置。 公元1819年因病假崩,中年77岁,在位37年。 缅甸贡榜王朝第七位君主巴基岛。 巴基岛,1819年至1837年在位,缅甸贡榜王朝第七位君主,第六位君主孟云的孙子。 孟云与第一位王后梅伦眉生了女儿东德温公主,与第二位王后梅伦渡生了儿子扎多敏王子。 这对同父异母的亲兄妹结婚生了巴基岛。 贡榜王朝王室成员进进结婚,就是从这一代开始的因扎多敏王子早死。 公元1819年祖父孟云死后,巴基岛就继承王位,十年十七岁。 因生性软弱,实权掌握在宫女出身的美努王后及外妻手中。 美努王后是缅甸历史最知名的王后之一。 她在位期间,英国汉诺威王朝开始入侵缅甸。 缅甸共网王朝以战败告终,被迫割地赔款。 这是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始。 她在位后妻突然精神失常,公元1837年被弟弟瑞波发动宫廷政变废掉。 梅努王后被处死,而她被软禁了十年,直到公元1847年在软禁中病死。 中年45岁,在位18年。 值得一提的是,孟云和第一位王后梅伦梅另一个女儿梅渡公主, 与孟云和第二位王后梅伦渡另一个儿子卑谋王子也近亲结婚。 两人生了心比梅公主,巴基岛的结发妻子就是心比梅公主。 几两人同被隔代近亲结婚,不过心比梅公主在巴基岛做国王之前就去世了, 没有做王后,她的王后是她第二位妻子梅努王后。 缅甸共榜王朝第八位君主瑞波。 瑞波,1815年至1846年。 1837年至1846年在位,缅甸共榜王朝第八位君主, 父母是扎多敏王子和东德温公主, 也就是说她是第七位君主巴基岛同父同母的亲弟弟。 公元1837年,她趁着兄长精神失常发动宫廷政变篡位, 十年二十二岁,她在位期间同样性格软弱无能, 对英国入侵缅甸卑躬屈膝。 她在位后期与兄长一样精神失常, 公元1846年因病假崩,中年三十一岁,在位九年。 缅甸共榜王朝第九位君主蒲甘。 蒲甘,1846年至1853年在位,缅甸共榜王朝第九位君主。 第八位君主瑞波和结发妻子梅妙瑞王后的三子, 瑞波和梅妙瑞王后也是亲近结婚, 梅妙瑞王后的父亲是第六位君主孟云和第三位王后梅昂的儿子莽飘。 母亲是第三位君主孟博与结发妻子梅拉王后的女儿明瑞敏公主, 所以瑞波和梅妙瑞王后也是同辈隔代近亲结婚。 公元1846年,父亲瑞波死后,因长兄和次兄早死, 他继承王位,十年十二岁,他生性残暴, 可能是近亲结婚导致的。 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仍杀害王室成员和忠臣良将, 公元1853年被忍无可忍的一母帝闽东发动宫廷政变废掉并杀害。 中年十九岁,在位七年, 缅甸共网王朝第十位君主闽东。 闽东,1853年至1878年在位, 缅甸共网王朝第十位君主, 第八位君主瑞波和第二位王后梅德新的独子, 也是瑞波的第四子, 即第九位君主蒲甘的一母帝, 梅德新王后的出生未名, 可能跟第七位君主巴基道的梅姆王后一样是宫女出生, 所以不是近亲结婚, 蒲甘在位期间残暴不仁, 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 于公元1878年发动宫廷政变, 废杀一母兄蒲甘, 随即继承王位, 十年四十五岁。 他在位期间的公元1857年, 英国汉诺威王朝, 灭掉印度莫沃尔王朝, 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, 他清楚认识到缅甸面临同样的国家和民族危机, 效仿西方进行承上启下的改革, 史称缅东改革, 简单来说就是跟中国清王朝晚期的洋务运动类似, 一定程度增强的缅甸共榜王朝国力, 但根本上是维护封建统治, 国家和民族问题没有解决, 他在位后期缅甸抵抗英国入侵的战争, 再次失败, 一半领土沦为英国殖民地, 闽东改革已破产告终, 公元1878年, 他在内忧外患下心力交瘁而驾崩, 中年70岁, 在位25年, 缅甸共榜王朝第11位兼王国君主西袍, 西袍, 1878年至1885年在位, 缅甸共榜王朝第11位兼王国君主, 缅甸历史最后一位君主, 是第10位君主闽东和第4位王后梅布的独子, 公元1878年父亲死后继承王位, 十年19岁, 闽东和第3位王后心部麻因生了三个女儿, 素蒲耶纪公主, 素蒲耶勒公主, 素蒲耶里公主, 西袍先后娶了这三个异母妹做王后, 她在位期间无力阻止英国入侵缅甸, 而且生性软弱, 被第二位王后素蒲耶勒控制, 素蒲耶勒王后是共榜王朝灭亡前夕的实权人, 为了阻止英国入侵而过于亲近法国, 疏远英国, 使得英国下定决心要完全吞并缅甸, 公元1885年缅甸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, 至此共榜王朝灭亡, 国座133年, 一共11位君主, 她退位后被流放印度, 至公元1916年病死, 终年57岁, 在位7年, 在位前期联络法国企图夺回下缅甸, 但结果失败, 反而促进了英国灭缅的决心, 1885年, 英军第三次亲缅战争, 供取缅甸京都曼德勒, 俘虏西袍王, 进而占领整个缅甸, 从此整个缅甸沦为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, 中文430分钟, 自作文出品中, 由英国平安甸沦为了英国 意味着恋去瓶盂与占领石、 元甸沦为了英国、 主任目的文法在输入了英国内, 由英国安拉治的工与負荣与占领解故事有, 与充成奥、 对日的枪予及引力的高度、 再认为了英国的木炙国的功能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